我们是华夏种族里面 承传五千多年最好的一个地方 台湾宝岛 可是既然我们的教育失败成这个样子 礼义廉耻 它不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它绝对不是包袱 它是在提醒孩子们 你的做人行事 我们是个君子 连是一个德行 连结 结不是说我干净 而是你无贪无腐败 你自己要提升自豪 因为贪恋往往会影响别人 尤其你是一个围观者 如果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 结果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的话 反而败坏的风气 所以连结非常重要 尤其政治人物 你如果不懂得连结 那就是一件肮脏的事情 因为他心中已经没有人民 他不是为百姓谋福利 他是为了自己自私 然后来土利自己 我今天是觉得这个国家意识 应该是全民就要提升的 就像美国 这两个党 不论在什么执政 可是他们最后的决定 叫国家利益 全部以美国利益为主 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国家意识 提升的时候 请问中华民国的利益在哪里 所以美国 他们的职棒 职篮 甚至美式足球 比赛之前 他们唱过歌 用小朋友乐队 军乐队 来唤起大家 对美国的热爱 就像当初张慧妹 虽然她因为国庆的时候 唱国歌 有受到对岸的打压 但是我非常敬佩张慧妹 她停下来了 我那天眼泪都出来了 为什么 她热爱这个国家 她在这里长大 我从事娱乐 在演艺圈工作五十年 我们电影电视的产业 真的是惨不忍睹 产业 悲惨的惨 民国六十年初的时候 我们一年可以拍三百多部 将近四百部电影 现在拍不到四十部 台湾的电影产业 劳工的价钱 反而现在是在亚洲 几个文化先进文明的国家 我们的工资最低 我如果要帮助电影电视的产业发展 我相信我们可以朝高科技的 特殊效果的电影 谁已经把我们特殊效果 在全世界其实做得不错了 李安 李导演这个IP少年这一块 他所有的动画是在台湾做的 特效在台湾做的 李安跟我是同学 我们从小在念幼稚园 从小学就在一起 我们那一班同学 他当了导演 我当了演员 我们台湾绝对有这个条件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高科技特效 哈喽 欢迎收看 健康点点名 我们今天访问到大咖之声艺人 刘尚千 李安好 为什么要特别访问他呢 他的大儿子 大儿子 刘尊汉 志涵呢 其实有来上过我们的节目 他们都是父子党 演过红台的戏 也来中天 健康点点名 你看他70岁了 保养这么的成功 我真的觉得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让我非常惊艳 在演员圈快50年了 因为他从这个电影八百壮士很红 演到最近的血观音 血观音没有还演这个有关政治的 当然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访问他呢 刘尚千之珍大帅哥 要去选立委了 那个新闻一出来大家都吓一跳了 那个选举公报啊 先看到你的照片 再看到你的本名 对不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我想选立委 不是现在的事情了 早在30多年前 我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 我就想要参政 想回花联 加入国民党 代表花联县的立委来选 后来因为那是我学长 我学长想出来选 而且他那个时候 在花联市的经营非常好 那我就想说让他来选 那事隔了这么多年 今天也不为什么 我从来不反对民进党 我觉得中华民国的宪法跟利益 本来就是要多党政治 但是民进党的想法 跟现在很多的民众 我觉得造成台湾目前 国家意识不够健全 到底我们是要 中华民国呢 还是要改成台湾 我们的年轻人 他的就业率低迷到 甚至变成了诈骗的工具 这是一个很可悲 而且让全国百姓是很愤怒 因为代表了过去的二次教改 那倒是一个失败的教改 所以我们的年轻人 要何去何从 我们的教育能不能够 帮年轻人找到正确的方向 有好的就业机会 而且可以创造高薪的就业机会 这才是我们要让国家能够强盛 因为年轻人代表国家的未来 而我们看不到国家的未来的话 这是很难过的 我从事遇了 在演艺圈工作五十年 可是我从事了社福工艺 将近快二十五年了 那这二十多年来我跑遍台湾 上山下水 我都去 那我看过所有我们社会上 不公平的需要被帮助的 我了解我们台湾的社会环节 需要做些什么改善 我知道人民需要些什么 所以我今天想出来 从事立委的工作 没有别的 我只有一句话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我也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想法 让国家的意识健全起来 我们来把中华民国台湾 迈向全世界 看到一个富想康乐的国家 好 刘泰川刚刚有提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 一个是教育问题 提到就是说青年的就业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台积电 护博成山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所谓的 串联式的教育 第二个你有提到最近很红的 就是二次教改的问题 课纲的问题 是 一些东西都被删掉了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因为连是一个德行 它是一个德行 连结 结不是说我干净 而是结 你无贪 无腐败 你自己要结身自豪 因为贪念往往会影响别人 尤其你是一个围观者 如果贪的话 请问人家是不是要跟着你走 认为你是当官的 有高的位置 如果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 结果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的话 反而败坏的风气 所以连结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政治人物 其实您有一个电影就是写冠英 你是演出党团的秘书长 后来是当主席 那这部片有没有让你在参政当中 有没有一些帮助 写冠英里面看到的所谓的政治利益 它就叫做政治分赞 那政治分赞 那你就要掌控利益跟权力 你如果不懂得连结 那就是一件肮脏的事情 因为他心中已经没有人民 他不是为百姓谋福利 他是为了自己自私 而利用党派组织的机器 然后来土利自己 为什么要用写观音 观音不是在流眼泪 他流的眼泪是血 因为他也许感动不了人心 但是他要唤起人心 让你知道连佛菩萨都是心通 因为执政者心中没有人民 所以那时候演戏的时候 心有气气演 对 我在我的政界里面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叫做立法严打贪腐 因为政治不清零 人民绝对没有好日子 很多人为了办一些事情 拜托我们 我帮过很多人 我这辈子没有拿过佣金 因为我跟他讲 你要把那个工程 给我做到滴水不漏 为什么 你要对得起 今天你有办法 可以拿到这个工程 不是因为我留上千 也许我没有这个缘分 但是请你 务必要把它做完 做好 其实您30年前 参选在花莲 应该是说你的地盘吧 土生土长的地方 然后要学的 不是土生土长 我在花莲长大 对花莲长大的地方 要选这样子 这一次呢 反而在桃园 那为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我爆出生 我是桃园市 因为我母亲在桃园国小当老师 那时候家父进了 台北市卫生局 后来民国47年 调花莲县卫生局长 我们才举驾搬到花莲局 了解了 所以桃园这一次啊 大家说就是明星广环 因为您三个儿女都是 最佳的这个明星助选员 是吧 也没有 其实刘志涵跟孙庆约 他们每天的通告 跟他们现在都很忙 而且现在很多的经纪公司 都给演员下了很重的这个约束 不能有政治的 不要参加政治的这些活动 所以刘志涵现在还很矛盾 他说我到底可不可以来帮忙 我说没有关系 你在脸书上跟抖音上 给爸爸多一些的鼓励跟加油 对啦 因为可能他在的台信跟那个 是 就是不符合啦 听说你也因为某台找你接一档戏 但是可能跟你现在的政治立场 不是很合 我们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全心全力放在竞选方面的话 我不是说在意于政治的立场 而是我们没有心思去做表演的工作 至于是哪一个台我倒无所谓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为人民服务 当我当一个演员的话 也是用娱乐的力量 我们来做娱乐的服务 大家也许不清楚 我们很可能一集戏 我们可能两天两夜 甚至到三天三夜 完全没有睡觉 因为他昂档 所以很多人都不晓得我们的工作的辛苦跟心酸 所以人家讲说刘尚千里七十岁了 你这样竞选 你承受得了吗 我说你们大概不了解我的体力惊人 很多的人上了七十岁左右 咒邀演戏的机会减少 什么原因 体力不够 因为尤其现在昂档的戏 你如果没有办法撑过四十八小时 不眠不休的工作的话 这个制作人恐怕不会找你 对 而且七十岁的人 有些人脑力已经退化 记那个台词 所以你要记台词 恐怕 对啊 而且听说你们剧本都是热腾腾的 还会刮手的那种 就是要马上记的 那您的记忆力您怎么演啊 其实我小时候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最好的一件事情叫背书 背书 那跟我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般正常来讲 剧本刚到还热腾腾的 对 所以你就是拿到手的时候 排一遍 然后跟着镜头再软一遍 但是你要把那些对白 有的要消化一下 尤其你演本土剧 你要讲台语的话 但是他打出来的文字 只有两拍可能会用一些 台语的这个礼语在上面 其他你就变成要国饭台 而且他有些东西 按照风俗习惯口气 你都要符合他那个条件 所以有时候为了演本土剧 你要花很大的时间和工作 印象中您是外选人吗 对不对 是 那您那个台语是怎么练的啊 其实很多人在问我说 刘尚先生你台语怎么说的 我说没有 我自小时就说台语 我四回就开始说台语 对 依靠很OK 我是台湾人 但是我台语不是很OK 不是 因为我民国47年 家父调到花莲县 当卫生局长的时候 那个官社的附近 没有一家讲国语 那那些阿公阿嬷就讲日语 跟美男语 了解 所以我在小的时候 就爱串门子 所以就是教我讲台语 所以就是很OK 就得上手了 好 我们其实知道说 您这一次在桃园市第六选区 迎战的是邱若华 李牧妍 赵振宇 觉得你自己胜选的机会大胆 我不敢讲说 我胜选的机会有多大 邱若华 李牧妍跟我 都算是政坛的新人 都是第一次选 那赵振宇已经这是第三届了 但是他过去也是 桃园市的县议员 市议员转战到立委去 我比较有把握 大概桃园市 我这一区的选民 有80%以上的人 知道我是谁 也都看我的戏长大的了 也许我有这个优势 但这个优势不代表 我能够为民服务 而是我自己的证件 跟我的期许 就像您说的比起知名度 你希望自己的证件被看到吗 那当然 就像刚才我们谈到 我们有护国神山的台积电 可是台积电这样一个 晶圆科技 请问从晶圆 它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高中高职 就开始培养孩子们去学习 跟电子有关的这些科技 大家先来引起学生们 他们的爱好 他就可以开始学习 马上进入大学 他分的项目更细 那他可以去专工 所以这样子一路培养的时候 产跟学合作 那官方来辅导跟补助 那这样的产官学连成一气 这些学生一大学毕业 而且他是学有专精的 那请问科技公司 是不是马上就会 有点像韩国 比如说学校 其实就是三星的 但是当然台湾没有这样子 台湾应该这样子 而且我们人口 才2300多万 那在学的学生 跟我们现在台湾 其实有密集高科技的工业的机会 尤其在我们桃园 国际机场又在旁边 现在机密工业不是海运 都是空运的 所以我们的产品 迅速扩散到全世界 而且生产基地在台湾 所以台积电回到台湾来 再投资继续设厂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同样的我们是不是 产业跟学校能够配合 官方能够来辅导 然后来给予奖励 这样子学生是不是就找到方向 所以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就高了 就不会去当诈骗集团 现在最愤怒的是 孩子们不仅被当诈骗集团之外 还甚至被骗到国外 那万一你的能力不强 变成捐器官的 你器官被摘掉 这看过蛮多 就是显明的案 是啊 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 因为我在缅甸这附近 我有非常要好的朋友 孩子们突然去了缅甸 连电话什么都没有 拿了护照来找我 然后想尽办法跟缅甸这边 透过关系把孩子找到 然后了解这个孩子 还好不是在诈骗集团里面 但有没有关联我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保证 这个孩子能够安全回来 然后这个孩子回来之后 我跟他妈讲 请你把他关起来 千万不要再去接触这些东西 不然会被贩卖人口的人 他绝对不是报复 他是在提醒孩子们 你这一辈子 你的做人行事 我们是个君子 与人为善 那您这一次 就是如果当选的话 您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比如说你有说过 你好像要进经济委员会这个部分 对 他就牵扯到 因为现在科技这些发展 它都是跟经济有关 那今天怎么样去搭配 产观学的合作 因为陶渊市我们占了很好的地理 国际机场在这里 而且石门水库有很好的水力发电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水跟电 来供应高科技的产业 所以在陶渊市来讲 它有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甚至还有我从事电影电视 而且我们电影电视的产业 真的是惨不忍睹 产业 我拍戏的时候 民国六十三年加入电影的工作 到现在 民国六十年初的时候 我们一年可以拍三百多部 将近四百部电影 现在拍不到四十部 以前我们电影在台湾来讲 是可以争取外汇的 那你像我们的电影当中 卖到美国 加拿大 甚至新马这一带 都看我们的电影 看我们的电视剧 今天我们的电影 电视剧卖到哪里去了 那我今天我们并不在于对岸的压力 而是我们怎么去形成一个良好的竞争 那台湾现在变成蛮可悲的 台湾的电影产业劳工的这个价钱 反而现在是在亚洲几个文化先进文明的国家 我们的工资最低 那我们怎么样去可以把这个薪资拉高起来 那就表示我们的产业要开始不断地进步 所以我这个有一个心愿 我如果要推动经济 而且能够推动帮助电影电视的产业发展 我相信我们可以朝高科技的特效 特殊效果的电影 因为谁已经把我们特殊效果在全世界 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 李安 李导演这个IP少年这一块 他所有的动画是在台湾做的 特效在台湾做的 李安跟我是同学 我们从小在念幼稚园 从小学就在一起 坐在我隔壁 我们那一班同学 他当了导演 我当了演员 所以他只要从美国回来 有时候他自己拍的电影 我都会去参加他的首映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 我们台湾绝对有这个条件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高科技特效 而且我们有多好神话故事 十二生肖 包含关公妈祖 我们还有很多的神话故事 这些如果可以做成动画特效 把我们的文化历史跟宗教 推向全世界 那其实我们的宗教文化 同样在谈性往爱 您对民进党这个执政 对他的台独意识 比较反弹一点点的 就是国家意识这一块 我今天是觉得 这个国家意识 应该是全民就要提升的 我讲一句非常坦白的话 我也跟很多的 中国大陆的朋友讲 没有中华民国 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我们今天 以中华民国的人民 国民为傲 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国家 把我们一路带起来 中华民国 孙中山身生建立的时候 五权共和 就谈的是 以人民为本 人民才是主人 不要心中没有人民 所以提升全民国家意识 中华民国 就像美国 这两个党 不论在什么执政 可是他们最后的决定 叫国家利益 全部以美国利益为主 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国家意识 提升的时候 请问中华民国的利益在哪里 就算你想成立台湾民主共和国 请问你的国家利益在哪里 你的人民在想什么 所以美国 我很敬佩的一个地方 我也希望能够 模仿这个民主先进国家 他们的职棒 职篮 甚至美式足球 比赛之前 他们唱过歌 用小朋友乐队 军乐队 他们在唱美国国歌 来唤起大家 对美国的热爱 就像当初 张惠美 虽然他因为唱 这个国庆的时候 唱国歌 有受到对岸的打压 但是我非常敬佩张惠美 他停下来了 我那天眼泪都出来 为什么 他热爱这个国家 他在这里长大 刘大哥 那我就想最后问几个问题 您自己怎么看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最近为了房子的问题 土地的问题 大家争执不休 那我觉得请问 你们在选一个总统 是在看他家的财产吗 还是看他的品德 还是看他的操守 而且他们都当过市长 请问哪一个市的发展 是做得最好的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市长的能力 我在这里不批评三位候选人 因为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请你们要注意一点 一个国家领导人 可能影响全民的福祉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讲说你三个党派 你不会去攻击谁 但是这次总统大选 你们大家会选什么 目前还能够唤起 全民国家意识 侯康辉 我也支持他 而且侯友宜 我们不论在选举之间 大家说了些什么 他是真正的努力 在做好他的市长的职务 那今天千千扯扯 他家的财产怎么样 那跟他自己的从政意念 那是完全毫无关联 真的要讲的话 请问赖副总统 你在你家盖的那个房子 那叫做知法犯法 因为你明明知道 这个不合乎法规 而且做了之后 国安局去守一个 在法律上认为 没有建筑使用执照的 违章建筑的话 那是不是国安局设计不法 对 而且花全国人民的钱 对 尤其你是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不去做 执法犯法的事情 那因为柯文哲这一部分 其实蛮多年轻人支持的 其实蔡英文跟柯文哲 都是李登辉总统 非常优秀的学生 但是两个互不相让 蔡英文总统 也帮了他的忙 让他选上台北市长 他要在墨率这一块 居高的位置上 但是因为不同的党派系统 所以他上不去 因为他也没有真正的 去参与民进党 但是他很希望能够利用到 民进党的这一块 候选人当然要 彼此互相的竞争 但是千万不要表现出来 我在利用某一个政党 作为来 可以得到更多选票的力量 因为你必须要表现出来 你永远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才 那才是我们要 就像你当市长之后 请问你当初要打台北市的五大弊安 到底做了什么 今天大鸡蛋开始使用 为什么要延后那么多年 那你如果你觉得必然 就把它封掉 所以今天 无论是哪个政党 我支持的候选人 还是侯康佩 而且我也相信 侯友宜继续保持 他那句做好事 我以前就很欣赏 他讲的一句话 我要做好事 我不是要做好人 好人很多人做 但是好人不一定会做好事 可以想做 可以转国背心走 为全国的百姓做事 那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你是希望 就是不管你们当选立委 你们都可以继续为人民 来做事情 有一句中国的俗语 人生七十才开始 我今年刚好七十岁 那我在冥冥之中 因为我修道之后 有一个声音 经常来提醒 你七十岁的时候 要开始做一些事情 而且是大事 尤其我们台湾未来 绿能环保这一块 可能会举全世界第一 我想做这件事情 好 我们今天谢谢刘大哥 百姓之中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他能高票当选 我们桃圆市是第六选区 我也刚好抽中六号 六六大顺 所以祝大家六六大顺 富贵又吉祥 好 今天谢谢刘大哥 百姓之中 来参加我们的健康电影 我们跟观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 拜拜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 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小姐 小姐